大家好 我是金鈴 很多人都說韓國和福光非常之近 在釜山甚至只要搭船就可以去到 所以今月11月 我就決定來一個快閃福光 看看兩天一夜可以玩到什麼 在去旅行之前 當然要預約機票和酒店 想不到我都有這種廣告的一天 等我在trip.com預約這個住宿和酒店 喂?BB啊? 不如我們星期二一切去日本吧 甜美 還會有trip.com的promotion 還有我會在福光做一個任務 來到最後做任務的環節 就是要選一份禮物送給大J 所以大家要記得看到最後 怎麼會來的? BB呢? 找不到臨時演員 日本語可以嗎? 日本語不行 夠高的 那你明天就做男朋友視角了 好啦 PASS 一個小時鬆一點 等都還沒坐暖 教都還沒睡著 就已經到了福光了 最重要的是 由機場去酒店 坐的士原來是不用10分鐘就到 這個機場是超近市區的 雖然在機場出市區 坐的士也是10分鐘就到 但因為我之前布室了一張提供卡 奉行的朋友又遇上拿不到現金等等的情況 所以我們還是決定省著現金花 我們到達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打開這個錢包 應該用了三年了 我沒試過打開不到那個錢包 大家看看 為什麼會打開不到的 但是它裡面是沒有卡住任何東西的 其實由機場搭一程Shuttle 去到地鐵站 只需260日圓搭兩個站 就可以去到博多站了 因為第一次去福光 都是離不開市中心博多 和天神這些雙圈 我們的酒店就在博多站 行6分鐘就到 因為還沒check-in 所以我們room tour都是留回晚上才做 放下了行李就馬上去醫肚線 這間叫做博多純情拉麵鮮鮮的店 一開始都是網友介紹給我的 聽說Alarashi在休息室吃過他們的麵 所以令他們聲名大噪 剛巧我們進去的時候有位就不用排 但是一出來就已經超多人排隊 似乎它也是挺受歡迎的 它的湯底除了豬骨湯 原來還加入了雞骨湯煮 令它喝起來更加清爽 不會太油膩 味道都很豐富 不過其實對於我這些劣食家來說 日本的拉麵全部都一樣好吃的 吃完東西本來打算去貓貓島雙島 但是有朋友跟我說起能骨島 我在IG搜尋下發現能骨島好像很漂亮 而且之前去高松的時候 去過一個貓島 但是去到根本就沒有貓這個陰影底下 我就決定去能骨島 其實現在想起也有點後悔 說回能骨島先 在博多站搭一程巴士 去到能骨島的渡船場 大人461人來回 坐10分鐘就到 實不相瞞 我們拿到船之後 都是見人等車 我們就等車 見人下車我們就下車 因為大家都是向著那個海島公園去的 我覺得後悔的地方 就是其實11月的海島公園 是看秋葉的 而我們去到的時候 秋葉已經下得七七八百了 我最想見到的向日葵是沒有了 所以其實都沒什麼花好帥 現在這裡有的花 其實跟我在韓國Olympic Park 那裡看都差不多 唯有欣賞一下 我怎樣可以在這個 沒有人的牆那裡自嗑 Tри 距離 TRI 進場 Kotachi Oh my god oh my god ADITH 我不敢選擇 這其實很昂貴 我不會川她 那是 我感到 我感到 完全是没有计划地 竟然让我来到这个Christmas Market 原来今年的11月13日到12月25日 在博多和天神都会有个圣诞市集 正好提前让我在去德国圣诞市集之前 感受一下圣诞的气氛 我很快就已经被这里的灯色震慑了 这里的摊位虽然只有二十几个 但有很多都是在欧洲飘洋过来 老板是外国人 论装饰论人流一点都不舒适 每一样都做到好度位 大家刚好来旅行的话 一定要顺便来这里看看 在这个圣诞市集的后面 商场是一个连住一个的 我们吃晚餐的地方 就再落在这些商场里面 这间餐厅是我今早在Instagram 问大家介绍首起宵的时候 其他人介绍的 想不到来到很高级的一间餐厅 你看到这里环境非常安静 我们来到的时候 看到外面说预约满了 但是最后5.9到6.3都可以过来吃到 因为它主打是吃瘦起宵 捏了两个standard的瘦起宵 它很出名吃这个牛肉的 我上网看就说虽然它这个价钱很贵 但是这种肉汁和这种酱汁 在香港不会吃到 所以是非常值得的 你看到它那些牛的雪花 全部都是用一些很高级的和牛 而且因为它是高级餐厅 所以它是有人帮你煮的 你不用自己煮的 这个套套你不怕不饱的 也挺饱的 因为最后如果你真的怕不饱 它会还有个炒蛋饭 我们晚上回来 忘记了拍片 因为刚才相机没电 今次住的这间酒店 它非常非常非常之近 博多站 这间房又是尾房 不过尾房的好处就是 它这边也是窗 本身里面的房子就是侧面是窗的 但是前面也是窗的话 就看到那条大街 所以这个尾房是一点都不恐怖 是非常之好 我们化妆的时候 这边又可以打个光 刚才进来的时候没有拍 我们已经瞬间攻占了这间房 这边有窗 这边也有窗 这间酒店 都是我在trip.com按的时候 它放在前面推荐的 5分里面有4.6分 所以我就选了这间 各位观众 来到第二天 最后一天了 因为今天下雨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整天主要留在室内 刚才来到这个商场 我本来打算找ColorCon 因为我已经用完了 打算在日本上买这块了 但是我们来到这间店 已经不停在试帽了 家里已经有很多帽子了 今天已经戴了一帽子的帽来 但是看到这里的帽 依然忍不住 不停在试 新袋 我真的想买这顶 最后我买了这顶帽 还有刚才白色的顶帽 稍后还会去天神那边 因为天神那边也是另一个商圈 有很多很多东西 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刚才购物完之后 就来吃复光的代表性美食 就是明太子当饭 我们现在去的那间叫做 可以吃到整条明太子的当饭 听说那间是不可以预约的 其实在热门时间还要排好长队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应该就是这一间 应得的门口 但是没人排到这个 我似乎 我看他写着营业中 盛子堂 奉天成云 皇帝照样 我前面那位要小子生 而我呢 就要基本 小子呀 不太好吃 我觉得幸好我们没有叫那个面 因为他说那个面是一般成年人的男人 才会吃得完 是很饱的 我吃了一大口这么细节的明太子 真的很浓味 很咸 我吃得淡一点 所以其实我不放这个也OK 我只吃饭也OK 其实明太子是雪鱼的鱼卷 以前的人会把雪鱼曬成鱼干 那个鱼卷就会扔掉 但是就觉得很可惜 所以就把里面的鱼卷 加入了很多调味料 整成了明太子 明太子有些加入了 有辣味的糖生子 所以也都称为生子明太子 通常有得吃明太子当代的地方 都会有得选辣的程度 我这个虽然是基本 但是它都有半条辣椒的辣 有少少辣的辣 下雨最好就是走地下街 完全不受风雨影响 冬天也不怕冬夏天也不怕 这里有点像这个高速巴士地下街 但是它是华丽版的 我们走完一轮地下街 再走到旁边那个 Tenshin Kuo的商场 然后出来竟然是出阳光 完全没有下雨 而且今天本身在预告下雨下到晚上8点 但是竟然没有下雨 还看到蓝天 总之我们今天先安排去那些岛 永远都是这样 常常都预计错误 我们现在来到六本虫站 它就找了一间cafe 最后冲刺我们坐一坐 一间绿色漂亮的vintagecafe i woke up this morning toss and turn in i ma omote amashite i missed you inote dou shi o nai would you come on to me dou shi o nai dou dare you dou feelin' dou dreamin' cause i only want you in my life i want you back i want you back 这一间店其实是很小的 因为它应该有几间分店 吃完这个hot cake之后 就立刻赶去吃牛腸锅 也是福光其中一样 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大家介绍了一间叫四季仙 在天神站附近 那间牛腸锅是5点开门的 因为通常这些牛腸锅的店 它们都只是做晚事或者是宵夜 刚才 旁边的叔叔在问我们是否有韩国人 我们叫了一个日本牛内藏锅 再加一个 它好像叫杂炊的东西 其实它中文叫菜竹 哇 这个味道很熟 很甜 好像一种日本的零食的味道 它也是牛的大肠的部分 哇 这个很美味 送走一流 原来很多很多菜 来到最后做任务的环节 就是要选一份礼物送给大J 明天阿文在台湾买了水果给我 我这次也是选了一个食物的手信 回赠给大J 因为福光最出名的就是 明太子很多人都会买他们回去做手信 留意一下 设置是不适合送给长辈或者送给人的 无论是味道还是口感 都跟一般一样 但是它就说 类似二头不好 就不适合送给长辈 那我就买这个包装得漂亮的送给大J 完 今次快闪福光两天一夜的vlog 就到这里了 其实两天一夜是比想象中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有时间 如果天气好 我们甚至可以去两个岛 有机会再来的话 我会再去猫猫岛 商岛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订阅了我的朋友 记得按下钟仔 才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新片的通知 我们在Facebook Instagram 和下期再见 Bye Bye 还有Trip.com的优惠绳给你们 由现在去到12月15号 用下面Description box那条link登记做新会员 立即就有100元港币优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